第四季 好啦 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課堂上無功的那一期 有沒有誰有做出來 還是有誰有思考過那一期 你們在講什麼題目 我承認 昨天台公站的 台公站的沒有 40公 隨便400 蛤 不是40公 隨便是6400 好 好 40很快 40 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這個是40公里的話 這台公站要跑多快 再努力是多少 我給你條件嘛 我給你條件什麼 地球表面的 G等於10 每秒 每秒 10公尺 對不對 我給你這個條件 我請你算一下 這個台公站要跑多快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萬有引力 F等於 G的 R M 對不對 對 另外一個我們也知道 這個重力 在這邊 他所說引力 這個力剛好是他的向心力 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第一 向心力又等於什麼 R 分之B平方 對不對 R分之B平方 對 這兩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來知道 V等怎麼算 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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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4 sided V等 4 加速度 ' 力等於 這是加速度 A M 怎麼 這是加速度 我們F不是MA嗎 對不對 所以A是向心加速度 這邊是向心加速度 對不對 這個力 中力下角等於向心力 向心力 向心力會對方造成一個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我們剛剛怎麼算出這個東西的 記不記得 我們畫一個圓 我們這邊有個速度 這邊有個速度 記不記得 我們兩個速度相顯 這個速度減掉這個速度 我們就得到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DLT對不對 那我們再去除上時間DLT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邊的加速度了 是不是 我們用這種方式去推導出 它的向心加速度 下角等R的力量 記得嗎 忘記的表情 你這邊自己沒有算過十遍 你自己如果這邊推導過十遍 就是記得了 蛤 沒有推導過 記得這件事情嗎 記得這件事情嗎 有推導過 沒有推導過 對啊 男男男在哪裡啊 講啊 要問啊 網上有實際的教學版本 對啊 真的真的你如果聽了我的教學版本 不清楚就要這樣到底要做 什麼事 你是新娘要換原名字 找電話給他 錯誤啦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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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B B 這個 比你這邊請 是不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是不是 這樣懂意思嗎 我剛剛忘記了 不懂 我看之前聽過的看法 來看一下齁 這個向量A 跟這個向量B A加B等 多少 A加B等C 對不對 但是怎麼放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東西平移過來 所以A加B 是等於這塊C 是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那A-B呢 A-B 等於什麼 A 加上 負B 對不對 負B在哪裡 這塊 特別 對不對 所以他們相加之後呢 怎麼辦 是要畫平移四邊形 是不是哪這塊 哦 這個是哪這個 哦 懂我意思嗎 所以A加B 是這個方向 A-B 是這個方向 幹什麼 什麼問題 那如果直接 啊什麼要直接 直接把A-B 就是原本的A-B 那些畫 就是 可以啊 可以啊 如果你知道這概念 直接從尾巴那邊畫上來 OK啦 對 所以意思是一樣 所以你看 我們的B 分量-B 是等於這個方向 這樣問題 好 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要知道這個概念 然後這一段呢 等於什麼 假如我們知道這是C來講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個太專業了 我們知道這是C來講 所以我們有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C來講 所以這個補償是不是 等於什麼 這邊的高度 這邊的距離 等於什麼 等於V 什麼 Vc 對 距離就有了 好 所以它在出場 我們的ΔT 就是有一個Om 有沒有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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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 慢慢去推到 就可以推到大 R分之VP 好不好 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你們要把它推到完 要記得把它推到完 好不好 Om 推到完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過程 就會有印象 如果你只是聽 只是聽 只是聽 你就忘記 好不好 我們人 有時候學習 必須動手做一下 動手做一下 要記得 好 所以把它插掉 基本上 以前 我們在學數學 像 像 一千 零一 的平方 減掉 九百九十九 的平方 來多少 我們可能很快 就把這個計算出來 把這個計算出來 對不對 這個計算出來 這個計算出來 簡單一點 就是A加B乘A 所以 就是一千零一 減九百九 乘上 一千零一 加九百九 是不是這樣子 這最簡單 大概兩千 四千 那邊是兩千 那邊是兩千 四千 四千 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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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比較不清楚 會直接把它解開 直接把這個計算出來 把這個計算出來 所以 所以 那 我們如果說 有時候會不小心 直接把它解開 解開就變得很複雜 那 如果說 我們在考慮 這樣的題目的時候 我相信在高峰的程度 應該有辦法 直接先用符號去運算 我們先用符號去運算 我們先用符號去運算看看 後面直接 用比較簡單的貼法 這樣懂意思嗎 有懂意思嗎 用符號去運算 什麼樣符號去運算呢 例如假設 假設這邊是R 假設這邊是R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R 6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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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百 6千 對不對 6千 6千 8百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知道 這個數字 但是我們先不要用數字來算 我們先用代號來算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哪邊要改一下 好 這邊是R 這邊是R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們來另外做一個條件 R 平方分枝 大G M A多少 等於10 對不對 這個知道怎麼來的嗎 這個是從這邊來的 我們在地表的時候 在地表所受的重力加速度 我們先從地表來看 D等於 M A 對不對 A 但是 等於10 我不懂 M M 所以當我把這個計較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A 就等於這一塊 看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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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懂 所以A A就是10 所以這五月知道這個事情 對不對 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對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個事情 搭相成 來看看這個事情 好 假設第一次 這是第二次 這是第二次 1 等於2 來看的話 其實R 3 平方 Q M等於什麼 R 3 B 平方 M 所以M可以掉了 是不是 嗯 R可以 可以掉一次嗎 可以 R可以 可以掉一次對不對 所以 R G M 到底是什麼 B平方 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可以得到G M嗎 我把R 都丟過去了 把R 這邊可以得到 G M 等於 10R平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比起來 第三次 所以 3 再帶到 4 這是第四次 好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10R平方 下面是 R Clone 等於 V 平方 所以V等於什麼 10R平方 R Clone 開根 因為他把平方 因為平方 因為平方 平方去掉了 哦 好 上問題 我們現在就 簡單的講話 你算一下 對不對 我覺得 那個 R會搞混 R會搞混 我覺得 那個 運上 大家可能都沒有問題 是 那個 觀念 對 哪個觀念 他的邏輯 哪個地方的邏輯 你 你怎麼會從這個名就知道下一個要轉到哪一個 發表 我們的下一步是什麼 OK 好 其實基本上我們在解數學的訓練過程當中 其實你會問這問題 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覺是 你們在數學解方程式的時候做太少了 解方程式 實際上你通常是為什麼 我現在已經知道有些 乙之術 有些位之術 那我們要求位之術的時候 通常要把乙之術排出來 從乙之去找位之 這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這樣 在這邊 我們所 不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東西是什麼 唯一不知道 對 在這邊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東西是什麼 是 速度 速度嘛 我們只有唯一不知道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接下來很難受的東西是什麼 是這個 絕對 那GM是乙之還是位之 是乙之 是乙之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GM 代成我們 用代號的表示方法 不可以解決 我們GM的位之 這個 那個 10 m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10公尺 m m m是第九質量 第九質量 第九質量 你也給你嘛 對不對 G 重力長數也沒給你嘛 但是這個重力長數 乘上 地球質量之後 就會得到 10 乘上 R 這個R字是什麼 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到地性的距離 地球代界 OK 那R主要指的是什麼 太空站到地球的位置 太空站到地球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條件之後 我們就會去想辦法去找出來 所以解的過程當中 陳昱剛剛講的問題是說 我怎麼知道 接下來你下一步要做到什麼 所以最簡單的是 你一定要把關係找出來 先把所有的關係找出來 在列方人士 在解放人士的時候 也是一樣 先把關係找出來 你知道嗎 光列視這件事情 列視啊 為什麼有時候在想說 你們在解題的時候 基本上要列視 要把解題的過程寫進 因為列視是一個很重要的學位 列視在幫助你疑心問題 你不會列視 基本上這個題目就是沒有要解 你列不住柿子就沒有要解 懂意思嗎 你只要列出柿子 就很清楚 你就可以解它 好 觀念在這裡 好 觀念在列視 那所以列視 好了 那我們從剛剛舉例 到目前為止 你說 你整個要用哪一塊 你會覺得哪一塊比較難 去找到你要用什麼東西 哪一塊比較難 哪一塊比較難 所以還有 還有對物理 也算是不太熟 什麼叫物理算是 他說是公式 公式 公式 因為數學都比較少 所以 哪一個公式 哪一個公式 你會不能很快速一點 這裡沒有公式 那裡 這裡哪裡有 那裡沒有公式 他如果正在講的話 R分之間的地方 似乎是個公式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講過 R分之間的地方公式 好 那假設 我們現在 再來思考一下 假設這些我都不懂 我都不知道這些公式 我都不知道這些細節 那我沒辦法注意 我們來思考一下 我知道一個太空站在這邊 律形 他已經受到一個律 什麼律 我兩個 自己行律 地心有律 地心有律 他一定只有受過地心有律 所以把地球拿掉之後 在太空當中怎麼律形 直線飛走 會直線飛走 對不對 會自己自己轉圈圈嗎 他中間沒有一個吸引他的東西 他不會自己轉圈圈 當他所受合理為理的時候 會怎麼樣 沒有啊 他自己問人 自己不能動 他只會這樣子 他只會這樣子 他沒辦法 沒辦法這樣轉喔 他沒辦法這樣轉 他沒辦法這樣轉 他中間沒有力拉他 他沒辦法這樣轉 所以他如果所受合理為理 他稱什麼運動 怪心 怪心運動什麼呢 怪心運動 就是保持人的運動 好 指援的運動狀態 就是他自行運動的 他自所會轉彎 他自所會轉成一個圓周運動 就是他受了一個圓周運動 受什麼力 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嘛 他地心引力也就是他的相性力 但他朝著地球的圓形 以地球圓形做旋轉的方式 做等速圓周運動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時候 我們腦袋就知道 原來這時候 他成等速圓周運動 所需要的相性力來自哪裡 低性力 來自低性力 所以這相性力就會等同低性力 好 是不是 那低性力怎麼來 重力怎麼算 是不是 這個東西 我們上禮拜講的這個東西 這東西怎麼來的 記不記得 上面那個東西 沒有 上面那個東西 兩個物體 之間有個吸引力 喔 那上一條路 對不對 記不記得 我們說 之間有個吸引力 這個吸引力跟誰證明 跟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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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兩個資料證明 對不對 跟誰證明 跟誰證明 跟距離平方 跟距離平方證明 對不對 這樣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當牛頓馬鞋等式的時候 他一定知道 我這邊就是R 米方 這邊是大M 成小M 對不對 可是要看到等號 他應該做什麼事 加一個長數 加一個長數 加一個係數 那這係數 他求不出來 因為那時候計數不夠 後來有另外一顆力 再找出來了 對不對 找到一個方法記得嗎 記得 兩個很大的 500公斤的質量 吊起來 中間掛個旋轉 旋轉秤 去看到偏白的角度 對不對 去找到那個力 好像說 G算出來之後呢 他就求到了地球的質量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就是力嘛 距離知道了 我們那個球的質量知道了 我們那個球的質量知道了 這兩個都知道了 地球質量不知道啊 可是我如果說這兩個質量都知道了 我就可以叫做G 可是我G如果知道了 我在地球 我就可以知道地球的質量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式子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幾個變數在跑 你想要給他還可以自已知的 另外也可以求出其他位置的東西 這樣知道意思嗎 OK 所以這個官有明明知道了 官有明明知道了 官有明明知道 你就可以帶到這邊來 接下來我們要知道說 既然他相機力 那相機力是不知道 不... 那...那就是... 對嗎 相機力就是 就是我們之前寫的 等出原動運動的東西 對不對 等出原動運動的東西 我們在之後 會很多地方就用不到了 像減血運動就要用到 減血運動也要用到這個相心力 這個等出原動運動的概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也知道了 所以這兩個樣的相反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這麼知道 這邊只有這個是關鍵 這兩個樣的相反就可以了 另外關鍵就是 怎麼去找個GN 就只有這兩個關鍵 是不是這樣 所以呢 你們回去要思考一下 整個過程來想一下 你一定要做過一次練習 我現在講的 你怕忘記照相起來 回去要自己練習一下 練習一下那就合對一下 到底 你哪個地方卡住了 哪個地方卡住了 卡住了之後 要趕快再找些混 好不好 怎麼樣 我沒有做過 我有在做完 那你不能期待我的東西 為什麼 這是錄影機 錄影機你要找到錄影機的那個點 你可要畫現場 甚至你要找到今天錄影帶 你要畫很長的時間 那錄影帶是 你如果今天缺課了 或是你今天想說 我有一天想要複習 從頭看 你可以再看錄影帶比較快 否則你自己要做筆記 要抄下來 你自己 非常好 這是做筆記 我們基本上大部分 大部分很少做筆記的習慣 但是你活著做筆記的話 你回去再重新看一下 就會比較有感覺 這邊有問題 所以這還是作業 麻煩這個作業還要做 那你說 你的問題不能被拉到 在官網裡面 我們有個各科的介紹 你找到智安科 智安科那個頁面的最上面 就有錄影帶的連結 你可以找Joey 你可以找到我的影片 好 我這邊要擦掉 嗯 什麼問題 好我們接下來講簡學運動 來什麼是簡學運動 同學 董事委 簡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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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協 簡單的 鞋是什麼意思 鞋 鞋是什麼意思 和諧 和諧 對 和諧 什麼 很簡單的鞋運動 什麼 很簡單的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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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很簡單的鞋運動 所以你認為鞋很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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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種那個嗎 長素嗎 什麼長素 減鞋長素 什麼叫剪鞋常數,沒有什麼常數嗎? 感覺它很像是... 啊...是... 什麼是剪鞋? 剪是簡單嘛,沒有問題吧 鞋是什麼? 鞋都會演成這個題嗎? 所以你知道,是這個意思嗎? 不要,我現在沒有在問這個問題 那個...之後 鞋,告訴我鞋是什麼? 和諧 鞋是和諧,什麼叫做和諧? 平衡 平衡 簡單的平衡運動 鞋如果在英文的話 鞋如果在英文的話 鞋沒有寫英文 鞋沒有寫S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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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N 這個S是simple的意思嗎? 對不對 M是motion 對,Motion 對不對 那H呢? Motion 或Movement 可以...那個...移動嗎? 移動嗎? Movement也可以啊 那什麼是H? H? Harmonic 有沒有聽過? 沒有 Android Beats裡面那個... Harmonic的手刀 什麼? 什麼? 那是刀子 這是刀子 Harmonic 就是在旁邊的手刀 有一次講 他之前聽到他的意思 Harm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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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聽過這個字? 沒有 你會聽過 沒有 你們在什麼地方看過這個字? Harmonic 什麼地方看過這個字? Harmonic Harmonic 你舉個詞 用邪照 Harm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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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Harmonic 不能講Harmonic Harm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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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新嗎? 沒有新的 有啦 有新的 沒新啊 這沒新的 沒新的 好 簡單再講鞋齁 你們聽過斜套群嗎? 有 我們是 斜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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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對啦 他是演奏的 斜套群 在音樂上來講好不好 當公嗎 他比較像是一個 重複出現的東西 邪就是一個像頻率有沒有 它可以重複出現的東西 造詞啊 造詞 剛剛不是根本講到造句 造詞啊 你自己也造不出來啊 邪 邪音 邪音啊 邪音 邪音 好壞啊 好好好 邪心 邪證 邪證 邪證就像是 邪證也像是我們今天講的 它其實是一個 重複出現的東西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重複出現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啊 重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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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 威脅是嚴霧 威脅是嚴霧 你這根本有心有罪的 是不是 好 那你覺得這個 我要欣賞 那就是 重複出現的 固定 重複出現的運動 固定 固定的運動 常常看到 重複出現的運動 常常看到 吃到都會變實斷 然後有發動 坐車重複 重複一樣的運動 你嘴巴不會是重複一樣的運動 坐車怎麼樣 坐車的運動 重複出現的運動 重複出現的運動 常看過的 心跳跳動師 你有沒有看到 看到什麼 某種運動 然後 它是重複出現的 重複出現的 蛤 太陽 電風扇的 電風扇 電風扇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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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首 一首 你看不到 你沒感覺 你有感覺嗎 沒有 對啊 有沒有看到 看到 心跳出現的 或者是 出現的 有人在睡覺 有 這算是運動嗎 可是我真的不做姿勢 我想運動 我真的不做姿勢 其實簡單 簡單來講 你們有看過 弦的振動 有 其他 其他彈弦 弦在振動 其實振動是不是那一種 假設我們 因為它弦會慢慢 因為痛去阻力關於 它慢慢會變小 但是在彈下去的時候 那那個振動是不明的 對啊 或者是你們有看過 彈簧 假設彈簧 掛個東西 那我寫給我們 彈簧 不知道有兔子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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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現在有任務就被批房了 你這樣一次掉的啦 生平嗎?你喝貨物件嗎? 好 我現在把這個掛上去 好,像在沒有阻力的情況之下 如果這樣子 它會彈起來 好,我大概就 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就上下抖動嗎? 就上下抖動 對嗎? 我覺得它還要往旁邊 對,假設我能夠有辦法 控制得很好嗎? 那你如果說單擺好了 單擺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叫做減弦運動 我們講是說這個減弦運動 它是成一個固定的上下運動 我們像單擺 單擺,假設這個單擺的話 單擺的話 它左右的運動 它左右的單擺運動 這就算是我們講的減弦運動的一種 所以減弦有很多種 那我們想去看減弦運動的運動 到底怎麼回事的時候呢? 欸,同學動起來 減弦運動 我們可以去想像減弦動那是什麼運動 減弦動其實你從我們角度看喔 假設你看 會回去 怎麼樣會回去 會回到原點 會回到原點 假設你看我現在是一個單擺的概念的時候 你看單擺有沒有像是我 我在做等速率旋轉的圓中運動的時候的投影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我這邊在做等速率圓中運動 然後他在做前後運動 看到嗎? 投影啊 這問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想說 我們講過投影很多次的時候 為什麼好像從來沒有人說 欸,投影是什麼? 自己不知道誰在投影 我就是把他引子投出來 引子投出來齁 好 假設這是一個X軸Y軸 很好耶 我現在在這邊畫個點 我有沒有這個點在X軸上投影 位置是什麼? 就是假設光從這邊無線平行的光打下來 這光打下來之後 卡在這邊出現一個點 引子 會出現一個引子 這個比如說這條是卡的投影 我如果在這邊畫個線 這一條線在這邊投影就是 變成這個線段 這樣門底 這就是投影 好,這就是投影 所以假設呢 我在這邊有個旋轉運動 我在做等速率圓中運動 在旋轉的時候呢 你看喔 我在這個點 他是在這裡 我開始往這邊繞過去的時候呢 中間 是下一個呢 我可以繼續講到一個點 然後再講 這樣怎麼 可以啊 你們覺得這樣比較好嗎 你這樣有沒有差 我可以啊 我們可以連續上 上到 連續上喔 然後 剛剛就說上到一個點 我上到一個點 你不然不要講一半 講一半 這樣 在幾種 所以簡潔 都是簡單 平衡的運動 不是平衡啊 因為這回到平衡 簡單 有斜律的 有斜 有規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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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當他這個東西往這邊移動的時候呢 是不是這個投影在往邊跑 對啊 好 當這邊往這邊移動的時候呢 他是去往邊跑 對啊 好 當他過這個 過這個 直徑的時候 他在往邊跑的時候呢 他是回來了 對啊 他在繞回來這邊的時候 他就去往邊跑 對 所以當我這個時候 繞圈圈 一直在繞圈圈的時候呢 你在那時候 看到投影是一直來回跑 一直來回跑 一直來回跑 去去又回來 來來回回的 各位 你可以看 假設喔 我以這一點當成我的原心 現在把XO 把這個XO 轉過95 轉95 所以我以這個點 回我的原心 我這樣稍微拉一下 你看他是不是上上下下在跑 上下下在跑 你可以簡單的講 這好像是一個東西在這邊旋轉 它的投影 知道怎麼投影 是投影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指頭的尖點 是不是按到這個方式 在做投影 假設這是水瓶運動 譬如這樣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不要看它震動 就看它簡單的一個 這叫做當白的感覺 的話 它是不是很像是這樣子 等一下 誰在做運動 這球也在做當白 簡單來講 單白 簡單來講 單白 我如果把它變成這樣 變成一個這樣子 圓白 它就是圓動 圓動 那你可以看到圓動動的話 它這樣的圓動動 它是不是就是這個方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解決圓動 嗯 好 是這個 我沒辦法左手畫方 右手畫圓 但是就是概念 所以 現在知道投影的概念嗎 投影的概念知道 我們先加個 打火機 打火機 打火機有啊 我沒有打火機 但是我們有那個 火柴 火柴 打火機 打火機